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他敏感 对香味有点敏感 这个神经敏感型的 再有一个呢 从他这开始我们节目的新规矩 把金主摆在第一 本节目由先出高品质的海天老字号365高鲜酱油冠名播出 由随心而变的创为首台OLED变形电视65W82特约播出 节目可以结束了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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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啊有一个记忆 肯定你不记得了啊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您是到有一次到广州演出 然后呢到了这个广东有一家电台的直播室 接受访问 当时访问您的呢 是一个年轻的又矮又胖的一个小主持 就是我 哈哈哈哈 您完全不记得 完全不记得 但是您知道当时哈 对于一个喜爱您的人来说 您给我留下的这个印象 知道 特别不好 直到今天 我就是当时您是应该是一九九几年 是多大岁是吧 您是五四年生人 对 穿着这个 四十多岁 穿着老头鞋 到我们那 然后呢 我还拿出一个大本子 让您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留言簿上签名 你看他那个时候签的 给我印象很深 他写的什么 无病 是不是您那个时候特爱给人留这样的言 我当时觉得很少见 无病 没病就好了 那当然了 古人有这个 就是 就祝福人呢 就是 写个无病两字 不得病 我还有一个印象 为什么记得那么深呢 就是因为在这几年 我越来越获得了这种感觉 就当时在我们那个广东电台直播室里 我就问到您的父亲 然后您当时说啊 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啊 跟自己这个爹啊 老是这个大 就是这个势不两立 他说但是我现在三四十岁 就是越活 我越觉得我像我吧 这就是 我这些年越来越觉得 对 曾经觉得跟父亲完全两路 我怎么能像他呢 对 但是到现在很多细节上 不得不承认 对 甚至连长得 对 他长得太像了 越越越越 而且 现在和他现在真的就是和他当年的那个岁数的时候一样 外边一样 里边也一样 里头好像也差不多 所以啊 聊这个话题啊 马爷有发言权 马爷都出书了 马爷就书了 第一篇 第一篇 你看 这马爷父亲 拔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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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陈老师就是讲啊 就是在过去的某一个年代 中国人都不会笑 但是你看他爸那个年代照的这个像 人生第一张照片 把鞋都脱了 就这种当时人照相都很拘谨 对啊 很松弛 我跟性格有关 我爹 我爹是一个特达官的人 就是性格也比较耿直 比较达官 这是我一个导文集 就是背影呢 写的人都是跟我有不同交集的人过去了 马爷讲的 这个后来我有一天呢 在我的亲人身上也体会到了 就是说 他的父亲身患绝症 然后呢 最后就是不想延续这个痛苦 到底是停止抢救了 对 还是再延续呢 我就记得马爷当时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告诉你啊 你不管做什么选择 你都会后悔的 对 这个话太深了 对 是的 所以这个 因为我们这代人啊 因为我跟他真的是一代人 他比我大一点 就算一岁吧 从属性上 他属马 我属羊 那我们这代人呢 是经历了一个 就是跟着共和国一块成长的一代 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正好是新中国诞生 对 所以我们的童年还是很好的 受点青年的时候 十八九岁下乡的时候 是干点体力活 能承受 虽然很苦 但是能承受 也算一辈子的一个财富吧 所以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 就是改革开放 那改革开放说 我们正好是二十多岁 一直到现在 这四十年来 基本上都合拍的 尽管都有磨难啊 这每个人都有磨难 但是你基本上是合拍的 你跟这个社会发展曲线 跟你的年龄曲线是吻合的 这个特别难得 那有人不是 你有天大本事 没有用不上 是 义军 你对父子关系怎么看 我这个比较 没有发现权了 但是我觉得母女关系里面 其实是有映照的 也是会你觉得 越来越像啊 这些 但是有一个呢 我觉得父子关系里面 是不是感觉比母女更难处 因为那父 更像是某种权威 就不但是 你的可能生活当中的权威 所有的决定 你生活的决定 可能是由父来决定 那么包括你所从事的行业 你的专业上面 是不是也会给你非常大的 就是这种决定性 对 母女就 我觉得感觉就稍微少一点 对对对 是不是有这种 少很多 不是少一点 少很多 您父亲对您是严厉性的 不是 但是呢 其实很严厉 这也叫怎么说呢 就是他不是说很外话 我能理解 对 他不是很外话的 但是每走一步 他都很关注 很在意 他非常在意 不爱表露 不表露 甚至是尽量的不表露 特别能克制 特别理性 而且呢 我觉得您这一家三口有点意思啊 当年这个二子开店 就是父子当 您看啊 您当时呢 好像有人问过您一个问题 说您喜不喜欢入这行 您说最初的时候 您是不喜欢 不喜欢 那是怎么进这行 是我父亲非得让我学这行 就是说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从乡下回来 考那个部队的文工团 就是为了让我能回来 你做一行 好好地做 将来有饭吃 就为这个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喜欢呢 因为压力都很大 所以呢 从小就看着他们 很紧张 精神很紧张 很不愉快 很不快乐 所以我们家也是 我父亲从小就不让我们接触这行 我小的时候 他就不让我看电影 没事 你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树立话 好好读书 就是不让我们沾这个 但是您发现没有 他这一家三代 现在他儿子陈大鱼 我也是看报道 我觉得这个命运很奇怪 您当时是被迫 他儿子陈大鱼 是本来没搞这行 说去留学学生物 学生物 然后人家这大鱼自个跑回来说 我非要干这行 我甚至觉得 这个吻合时代的变化 今天这年轻人 你看 他一定是分析过 我儿子比我理性 他特别理性 是什么 他那个小脑 虽然叫大鱼 对 他小脑袋瓜子太精 所以他肯定分析来分析去 学什么都不成 最后就学这个 十条路子 从子一辈 喜欢父一辈的这种事呢 他如果没有这个会 跟他很难去介入 因为他看的东西 从小看到的东西 他不看的也看到很多 马爷 您儿子在这个选择这方面 你干预吗 我不干预 我不干预 因为我爹也没干预过我 我就不会干预 你看 就是说你对他的态度 跟你爹对你的态度 一样的 就是他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 我特别能理解 就是他表面上 对我们很宽松 我爹对我们什么都很宽松 但是实际上是很严的 你想他是一个军人 他自己给你做出很多表率 不越雷池一步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一些优良的品质 比如我们永远不迟到 就跟人约会不会迟到 这种就是迟到以后都觉得很耻辱 现在年轻人呢 他不太在乎这些事 而且我们那时候 他刚才是无意中说了一句话 说干这行有饭吃 今天人选择工作不是喂饭 不是喂饭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很简朴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不管是学本事 还是你做什么 你一定是喂这碗饭 现在是 你跟年轻人说 你找工作是为了吃饭 他听着都可笑 现在喂吃饭很简单 什么事都干 啃老了 回家去 添一副筷子 家里都能容得下 贫困问题 咱们都脱贫了嘛 不是为了一顿饭了 对 他不是喂饭了 那我问这个陈老师 您孩子选了这一行 他没有觉得有压力吗 因为爸爸在这 不会给他 肯定会 同行就本来去晕去呢 肯定会有 要超越父亲 特别难 特别是发现越长越像 更难 特别难 另外一个 但是呢 这个可能呢 他还会有一个什么心 因为从我 他的爷爷也是这行 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种那种 传承 还是两座大山 他有一种传承的 这种责任 他自己愿意承担这责任 您觉得啊 大家这问的有点不静啊 您会很冷静的看自个儿的儿子 是不是这块料 或者说能看出他出息将来有多大吗 看不出来 原来我认为他不是这个料 甚至他进了这行 我还又观察了 一两年之后才觉得可能是这行 原来您都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就所谓现在说这个老杭尊啊 这个这家伙一眼就断出来了 您这能不能干这个 断别人承 断自己家的人不行 这是真话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可能不成 这好像跟那个黎元行不一样 黎元行他那个父子相传这事特多 因为他是从这么大点开始训练 他都是技巧性的 对 你不是你要调声音啊 调嗓子啊 你的这个一朝一世都要学 所以你你如果严格按照他那套程序 你走上15年 你登台 你一个人敢站在卦上 那个这个卦上庄 你能够上了台 站在那的 没15年功夫 你站不上去 但是你能不能成大局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能上台了 这是技术上能过关 但演绎这个不一样 这个这个东西他没有城市的 对 没城市 他没城市就很可怕 特别像戏剧 戏剧是有城市的 只要你做到了 对 你这上台那姿势 就基本上就拿住了 对吧 但是这个没有城市的东西 你比如话剧 比如你学表演影视剧 那你这个就很难说 就是你是不是能够 把你爹那个东西学下来 所以我发现呢 这个陈老师身上 有点沉重的东西 我我我我最近对你做一些研究 就是他有一种忧患感 有时候经常会 好像啊 您这有点中国古代这种 文人的这种忧患 我也有忧患 您也有 就是您比如说您经常就说 这我就 我就学陈老师 那就是说 这是个有规矩的世界啊 我老在想啊 这个百年之后 这个后人看我们今天 就会不会瞧不起我们 就是所以我们 你看 哎 这叫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啊 嗯 就是一个是对这个有忧患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他有一样 跟我就是呃 对今天的很多成功人士的理解不同 你想今天你一般的成功人士 那就是我成功嘛 我如何提高我的才艺 提高我的名气 我的成功 但是呢 你看他呀 真的就是要培养下一代 其中也有自己的儿子 对 培养的标准呢 我发现也很朴实 他老说的是什么 我就希望这些年轻人 他靠着我传的这个喜剧 这一道啊 能自食其力 您觉得您身上 是不是有种这种忧患 有 其实就是尤其是这些年 越来越重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知道要是对历史 要稍微了解一点 你会发现 这个文明被 被枪害 被践踏 被蹂躏 然后 几乎要被消灭几次 有过几次 都几乎就断了根了 哎 生死危亡啊 对 但是最后又复兴出来 就一点火星又起来了 啊 你又有好几次 那么说实在的 也是非常偶然的 全世界就这么一个民族 他偶然的 老天爷造化 就让他复兴回来了 文化是很容易被灭掉的 对 历史上灭掉多少文明 对啊 所以就是我今天 通过我的实践 我的这种 在演绎这个事业里头 我做了一点 就是我懂的知识 我获得了一些知识 我怕这个东西传不下去 哦 你到下一任 又跟我和朱世茂 三十年前似的 摸索着走 摸索着 那真难啊 我原来感觉 陈老师上古 我现在知道了 您想的是星火相传 这个星火 要是传不下去的话 真的是一个 特别大的损失 你知道吧 哎 就是说很多东西啊 是积累而成的 对了 一种艺术 一种什么 哎 这个中国历史上 有的时候就断了 断了很多次 当年他跟朱世茂 琢磨这个小品 那叫水泥地上种草啊 对啊 就是凭空这么想 但是后来呢 看到了中国 比如说原名 这个杂剧 对 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喜剧艺术之后 才发现 如果这个麦没有断 对 一直传下来 今天他省事的多 对 今天他构思一个小品 省事的多 对 对 其实你看那个宋代的 那个南宋的那个张鞋状元 我读张鞋状元之后 哎呀 我惊叹 这是一个喜剧啊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构喜剧 哦 而且是他的那个 咱就说技术水平 远远高于今天 绝大部分喜剧的作品 这么高 对 别看现在那个什么 某个电影 阿姨说都是多少票房 多少个亿票房 他从喜剧结构上 他比张鞋状元差远了 嗯 嗯 他们现在这些喜剧还都是那个糖葫芦串呢 就是个穿糖葫芦 人家那已经开始叠床架屋 开始往上码了 是个楼房 你说差哪儿去了 就从结构方法上差得很远 就是我们比一千年前的戏剧的水平 尤其是喜剧水平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个是我当时最惊叹的 但是不是笑就是结果吗 今天都在哈哈大笑 对这个手机都能让人笑 对 那么这个不也是 我就说啊 他就像 哎呀 那个 就是说 虽然是笑 但是笑和笑 它差距很大很大 啊 尤其是这个戏剧里的这个差距 啊 他那个真的是 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一直还在这个最基础的喜剧的方法和套路里头 一直在这转圈呢 像个漩涡一样 啊 二十年前的喜剧你拿出来 和今天的那个二十年之后的喜剧还是一个方法 一个套路在这转 为什么 大家都在无厘头里头去找这个噱头 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提高 嗯 他没有技术方法 大家都没有技术方法 现在大家都是在这大概齐的人物里头找那个噱头 找噱头找方法 就是用这么一种办法去 但他不可持续性就差 越来越像 他越来越像 而且他那种原地打转是在 就当你不知道历史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历史 他没有台阶断层了 断层之后 他们现在不知道 他们曾经的文明里头 是怎么讲故事的 达到过怎样的高度 他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他好好在他上学的时候 把这个剧本好好学学 老师好好给他 有人给他讲讲 他就知道我该怎么讲故事了 起码咱不能落后于一千年前的古人 对吧 但是就着急就在这 你知道吧 我明白了 我今天假如说 这个东西再传不下去 等于好多人还得 就是说中国人民 重新摸索 中国人民应该享受到更高级的喜剧 对 他有点像烹饪 就是你现在流行的都是快餐 快餐也能吃饱 大家都这么来了 但你知道呢 还有一个烹饪技术叫中国传统料理 这非常复杂 但这手一丢了 你得重新摸索 还是能摸索出来 你像这些年的菜炒得比三十年前好多了 今天随便一个小餐馆的菜都炒得好 很多时候它也是要靠去摸索的 我们现在大量的菜都叫新派菜 听佩斯讲这个我比较明白 就是说呢 他把一个本来不可以技术化的东西 他把它技术解开了 他把你技术的点告诉你了 对 这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一个教材了 可传了 可传了 他有点成事 您比如说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个脱口秀 还有这个相声 那么就是 那他这个讲究当随时代 笑话当随时代 那他从时代生活当中找很多笑料写稿 出去一个人哇哇哇 那不是也很火吗 也很笑啊 他不是戏剧 戏剧活动一定是有人装扮 你是用角色和观众见面的 同时还要有故事情节 这才叫戏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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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这个现在中国做这个脱口秀的 因为我经常去看他们就是这个演出啊 他们我觉得恰恰是可惜的是 他们没有没有资源去施法我们以前的东西 我们自己文化里的这个东西 现在他们的施法是直接从西方借鉴英文脱口秀 他们也研究很多方法 为什么这个会笑那个会笑什么时候怎么样 但他从英文过来了 其实是有一些东西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完全能和上的 但他们也琢磨他们要是能够找到您这个方法 从我们的源头里头找到这个宝藏 那肯定更好了 这其实你就像在西方他们学文学学电影 不得先回到荷马史诗 先回到这个莎士比亚嘛 还有一个他能创新 他大家都知道从古来是这么一结构 慢慢慢慢他们创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不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 可能我来讲这个事脱口秀和戏剧之间 戏剧简单的说是可以永远重枢下去的 演一百场二百场一千场就可以 对这戏台演技能 你再说第二场人说 他上回说我都没有说 那就是烦了 所以呢那这就体现什么东西 体现俩造型叫价值 什么东西价值高 你很一目了然 对吧 戏剧存在 自古到今 它是有价值的 我们不能说脱口秀 它的价值是什么呢 脱口秀的价值是它临时性的 比如上去了 说今天我现挂 我可以 你比如我今天上 天不错什么的 它都可以用现场的 让你设身触地的跟它沟通在一起 但这东西不能重复性的表现 您说这个 我想到一个我的这个听笑话的一个偏好 就是你比如讲脱口秀的 或者讲相声的 那我就是特殊人才 在我眼里非常值得佩服 这就是语言艺术 一般人望尘莫及 达不到 但是呢 我说我有的时候看的时候 我感觉到的有点不好意思 也在于此 就是它是如此目的明确的 你要笑 我有点替它担心 怕我不会被它逗笑 就有种那种感觉 所以但是我又经常想啊 我个人啊 我个人更喜欢的一种偏好啊 有点像这个讲马三立 马三立像是那个CD上有一句话叫 不是我要说笑话 笑话逼人来 奈何笑话逼人来 我发现另一种 更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 道法自然 就是说啊 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喜剧天赋 我们生活里平常的人 但是你看我们在谁家客厅里 或者吃饭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就一插嘛 晃通通通大笑 我觉得那种笑 我特别就是 特别记忆很深呢 就是就是他不是天才 他是生活中几个角色之间啊 就是自然碰出来的 我又在想 当然戏剧也是深思熟虑的 这个结构之作 但是有的时候 您的这个说这个戏剧 引发出来的那个笑啊 有点类似于我说的这种 就接近自然 就是他是 他是好像从很开头就开始 推进的形成了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到最后 你们这几个人碰到一起 他哗他就笑了 就对我来说 他就虽然他也是制造的 但他好像又是更接近 自然的 对 我这个感觉是不是外行的 不是不是 你那个我再跟你说 你这个是第三类 刚才我们说三类 第一类是戏剧经典 这个不用再去解释了 他必须有剧本 必须去排练 必须一次一次的磨合给你演出 脱口秀 今天我们说的脱口秀 限定在我看到的 这个视频中的那种脱口秀 它是有剧本的 它提案有人写好 然后呢 也打磨 有的 有提词器的 他提词 提示 这也是一种准表演 我现在说的是 你说的那是第三种 那是最高级的 就是大家在家里说话 没有主题 突然出现的 我当然希望今天有一个 不期而遇 最牛的脱口秀演员 是什么 你上台 我给你主题 你开说 有的有的 也有这种 这个就厉害 我今天 这是最厉害的 就是你没法 急性的 对 完全急性的 你内容 你心中有多少内容 全在你心中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说什么 比如我们今天上来 你没有准备 我们说今天说一个主题 是什么 是婚姻 除此以外的主题 你不要说 那这个人如果能控场 能说很长 那就算本事 哇 我生活里见过这样的人 其实马爷某种上的 那不是 就有时候你在饭桌上 一个人就是急性的 那真叫舍惨莲花 举座接欢 他按说他没剧本 对 他讲进了状态 这是最高级的 他讲到了状态 那就是全是断 你刚才说的是这类的 他跟表演类的是两类 两类 对 您觉得您 不知是属于哪种 太技术了 技术 对能技术 对 依赖技术的 我还有一种 就是那天我看见一篇 文章 我觉得这个文章 给我一个警醒 说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笑话 真的好笑吗 我就觉得 你看啊 我最早听西方那个脱口秀啊 我就注意到 它有那个笑声机 那是叫笑声机 还是罐头 对对对 好好笑笑声 我现在有时候 你看你们玩专业的 就习惯也要把一个事 分拆来看 那么我有时候 看这篇文章 这个意思啊 就是如果做一个实验 把所有的效果声音都去掉 把那个 当年我也搞过 一点什么肥皂剧 下边有那个领笑的 哎呀 我觉得那领笑的 真是都是人才 在北京都是人才 明明没什么好笑的 我讲那段的一点不好笑 那领笑的还是个女的 气特足 哈哈哈哈 别人都笑他吧 好 现在电视很多节目 都是靠这个 对 就是说 那么假如我们把它调分履细 把这些效果声都去掉 还原到您最朴实的 您本身讲的那个段子 对 那个包袱 它是不是真的好笑的 不是那么真好笑 咱就说把那个 那个笑声发声的 那个还有领长的 都给去掉 就是有一定的人在那笑 其实他也不是很好笑的 他这个笑 他有一个周边 他是也受周边人的 环境的影响 嗯 所以呢 稍微暖一点 都会笑 大家都会有一个 他会被感染 对 这个场会趋同 这人好像会受暗示 受暗示 笑能传染 他好像是命令我笑 一样 对 而且你觉得笑的人多 你不笑 是一个很丢人的事 所以你笑 我不是显得你特高级吗 对 你得跟着笑 高冷 我第一次去看那个脱口秀的场 我就在想说 哎呀 不难呢 这些人买票进来 就等着被逗乐的 说点啥 就人家是准备要乐的 我说是不是容易呢 后来有一个特高级人 给我讲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领悟这句话 他说这个好笑的东西 不是一个演员说了一句好笑的话 而是一个好笑的演员说了一句话 这说的对吗 就是名牌效应 你比如同样的话 我们俩上去 他说就肯定比我可笑 因为他本身的品牌价值 就是一个喜剧明星嘛 大家就有这个准备嘛 对 这就是好笑的演员 对对对 他逻辑上就变了 因为我们都是搞电视出身的 就很习惯弄这个现场观众这一套 我想知道您喜欢吗 不喜欢 能帮助您吗 不会帮助 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会有反的作用 会觉得很紧张 很紧张 我们给您叫好 很紧张 我该叫好的地方叫好 真的很紧张 会让人很恐怖 恐怖 对 就是你还是要自然的 对 发自内心的 因为什么呢 他可能是来砸场子的 我怕是这个 对 这挺对的 所以您看 这个陈老师现在啊 他有点建立了一个体系的意思 就喜剧有方法 你看我看他这个阳台 本来是您演的 对 后来是我看的那一版是您儿子 对 陈大宇演的 我就意识到 我就说他这个方法 看来有点神的 就是你这个方法使对了 他不是这个演员 他那种错位啊 他哗 他就乐 剧场 对 他就乐 所以说我就觉得他 他的这种忧患呢 就体现在他培养人 咱们这个纪录片呢 又有这么一段 我们可以看看 看看他怎么培养 咱就说啊 你无论怎么练 根上就这点事 他这个条件呢 不错 解剖学生说啊 你把这一半要拉开 拿电锯这么一分 你就能感受 你就能感受到了 这个人 他这个腔体都特别好 就看他自己了 剩下就看他自己的事了 好嘞老师 哎你听听 但是你现在属于猴鹰的部分重 猴鹰的部分重 就是上面这个还没打开呢 你要打开以后不得了 来来来 谁过来看看 来来来过来看看 来来来来 参观一下 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舌头一抬起来 我们就知道了 就好像我们吹那个喇叭 小号拿了一半的东西堵住了 你要注意那个 啊的口型 舌头别 往这一堆 把它平的在牙的后面 微笑 哎好 啊的口型 吸气 微笑 保持住 啊 啊 哎好 啊 啊 好 就这样 谢谢老师 他本身存在 一开始就是被动的 他到了创造笑行为的时候 他就是有意识的创造这种被动的情形 人物关系发生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会被容 会被一部分人解读为 他是卑下的 因为他就是卖弄卑下 他一直在卖弄卑下 他也就是说 我所有创造笑声的过程 都是在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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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卑下 来不断的给予你 让你产生优越感 让你产生居高临下的态势 所以会经常的会被人连带着说 这是一个低下的职业 这是其一 这是大家见的 你靠这那个 我卖咖啡 我下课 我最近卖咖啡 再讲点悬的呼的 听不懂的 让大家更困点 我咖啡的生意就更好 好不好 全靠您了 您刚才讲这个 就说是什么 卑下的这个职业 我有时候也在想 您是不是还是带着老眼光 看今天 因为你像这时代到今天 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 比如丑啊 那确实是社会地位也低 对吧 但是好像今天能把人逗乐了的 那这多大的味啊 那么高吧 对 您看这 对我也想有那么高 有那么高 搞笑搞成功的 就是他再有钱 他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可并不高 那您这儿子的选择不就说明了走向吗 那他干嘛一头要往这里栽呢 他往这里栽 往这里栽大概还是 我这么想吧 还是几个方面嘛 一个是 觉得可能自己 比较是能够成功 能够成功 二一个呢 觉得 起码我能帮助他一部分 家里能帮助他一部分 在基础上能帮助他 对 还有一个就是 他还是有这种 传承的这个责任在里头 因为听说呢 您对这个陈大宇也是训练起来相当严厉的啊 一样 跟所有人都一样 一样 没有给他多 多少什么吃小灶什么都没有 开始我没觉得他能出来 所以我功夫没下在他身上 在他那一届和第二届 我都把他放在很次要的位置 还是慢慢冷处理 他为什么不热处理呢 自己的儿子得吃毒神啊 不是 他不行 他比别人就是不行 你别看人家都从小都不是干这个的 而且很多就是学习也都不是干这个的 大学毕业也都不是干这个的 但是呢 人家学习起来比他快 对 从一开始的表现都比他要强 对 那你们俩现在谈戏会有矛盾吗 他的看法时代不同 没有 基本他的路子 我们走的都是很 比较趋通的 比较一致的 都是很注重技术的 而且你们的儿子对你们 我觉得关系也都是 其实暗含崇拜 就是这是有的 觉得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啊 但是我就跟你说 每个人的父母都是不一样的 我才意识到 义军你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 好比说我有时候在一个节目里讲 哎呀 我说这个父母啊 现在老了 这就是特别疼惜他们啊 哎我就看有的时候弹幕就会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他会让我到 他说 哎 文涛跟父母感情好 文涛很幸运 生活在一个父母很好的家庭 我才意识到在今天 可能不是多数啊 嗯 但好像有那么一个少数吧 的年轻人 对这个父母啊 简直是可以说是 怎么说呢 非常反感 比如说啊 他你有这样的父亲 所以你对你父亲有感情 我的那个父母 就是他对我呀 简直是把我当成他的出气筒 把我当成他的工具 把我当成他人生的一个寄托 要塑造成他那个样子 什么还有什么 把他人生的失败 全都发泄在我身上 这可能会很多 不是少 现在接触这样的 这个直接接触的人不多 但是看到的这种新闻什么的很多 社会的 因为我们社会主要是变化太快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理念不同 所以他的这个矛盾冲突就大 我们小时候啊 有一特别明显的一个规律 就三大教育系统 家庭这是第一个教育系统 第二个教育系统是学校 第三个是社会 三大社会教育系统呢 指向一致 今天不一样 今天他指向不一样 所以他肯定是冲突的 我们小时候从小受的那教育 爹妈跟你说的话 跟学校说的 跟社会学的说是什么一样的 现在是爹妈说一路子 到了学校是一路子 走上社会又变成另一个路子 那么每个人呢 就是不管你学的是什么 他当他能独立生存的时候 他一定选择最有利于他生存的 他就这个价值观就冲突 他本身 而且就是很多 这个年轻人背井离乡啊等等 就是跟父母的生活环境 完全都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对对 各种方面都不一样 这也是个问题 就是他在城市里生活 父母在农村里 根本就看不惯 首先你那浪费 他就受不了 还有一种 也可能是个阶段性的 我们小时候肯定也对父母 有很多的反抗 我就记得一个特 你刚刚一说我特可笑的事情 我小时候给那个童话大王 郑渊杰写信 就说我妈打我 就会干这种事 就你会抱怨父母 这是一个很日常的事 但是慢慢你长大了 可能这个阶段会不一样 而且人会有各种 不同形式的叛逆 比如我小时候叛逆 就是我到北京来上学 我选大学 全选的北京 我不在上海待着了 就这种想远远离开 这种冲动一定是有的 但你到某一个时候 又会回归等等 你说到这个父子 我有个朋友 就是他那时候 就他要生孩子了嘛 就他老婆要生孩子 他就特别恐惧 他说千万别生一儿子 因为他老觉得 父子之间的这个冲突 会非常的大 就是父女或者母女 母子都没那么大冲突 一想到要生一儿子 他就会特别紧张 还好他后来生了个女儿 但是就是说他会预见到 这两代人有冲突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个量 就是说刚才说的管束啊 叛逆期啊等等这种 你对孩子的爱到底有多少 量 我们很少给予爱 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 恨他这个不行 恨他那个不行 恨他缺这个 恨他少那个 一定要把他塑造成什么什么什么 老说要是人生赢在起跑线上 他们就相信了这些鬼话 然后做一些鬼事 虐待这些孩子 不让他们休息 剥夺他们玩的权利 这些量如果过重 就会变成了仇恨 所以我真是觉得我选择是对的 从小我就跟我那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孩子说 上学以后不许考一百分 考一百分回来我揍你 这怎么讲啊 就是让他别把自己逼得太狠了 对玩 先是玩 小孩上小学就是玩 60分就可以了 就编59 对 所以我到周末我就带着他玩去 那时候玩的地方少 就到我们那山里头去 哎呀大山里的泉水里头 哎呀树上什么 玩就是玩 您说的太好 快乐极了 我真特别庆幸 我当时的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首先我们父子感情就深 对 我们很少发生那种冲突 很少发生 可是现在做家长要这么做 别人该说你这家长不负责了 我们那时候也这样 那个经常的要叫家长到那个学校里去 您也给教训过 我没去 我坚决不去 就是七一七二我太得去 这爹会赌 老师也冤枉 因为老师有一升学率 对啊 你那个好的老师 尤其一个是初中考高中 高中考大学的时候 他都有这种 你有多少学生考进 多少好大学 这个太要命了 这太要命了 但是就说 是不是孩子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没有 如果你对他要求不高 没有 不可能 怎么说 他出去走到哪儿都要有竞争 这是铁定的 不是说 就你现在学的少一点 他就 就赶不上 不可能 因为他的大脑还没开始发育到那个程度 就给他去上奥数 没道理 那真是折磨孩子 叫泯灭天性 所以现在政府都是 就叫要遏制这个校外这个 绝对是对的 这个培训 就是说 绝对是对的 就是不能在起跑线上就有这个压力和不平等 不能坐视不管 但是您又要求说 是18岁必须得自食其力 不能还靠着我 18岁必须自食其力 那老考60分能吗 能 您的儿子大鱼能 不是 他当他大脑发育很好 他的人性非常正 他做什么都能自食其力 我认为我同意 就是这个 现在如果 你想自食其力 比如孤立无援 没有父母 什么都能扔进社会 今天挣个钱 挣一份钱养活自己 不是很难的事 当然你不能要求说 我今天挣着钱 今儿酒吧 明儿什么什么五星级大饭店 这不行 就是你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 我觉得一个健全的人养活自己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今天这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对 那你比如说 您的这个儿子 他有没有靠你的地方 他也有 有 但是他在上学的整个过程 和他工作中 根本 我从来不会帮 我当时他回来 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找工作 说爸 你帮我找个工作吧 我说可以啊 帮你介绍个工作 但是我只是负责介绍 去了都是你自个儿的事 从那以后就 什么都不会管 现在这社会上说 最焦虑的父母 实际上是中产的这个父母 他们说因为什么呢 他最怕自己的孩子 不如自己以后的生活 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说最底或者最高 或者怎么样 他们都没有那么焦虑 可能也就这样了 他是可上可下的时候 他就特别焦虑 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 比过得比自己好 所以会产生很多的竞争 他凭什么过得非得比我好 他跟我一样就差不定了 对对 跟您一样也难 再说 跟您一样更难 我说的 我是指父辈这一层人 为什么要一次要比一次好呢 这个一次比一次好 那你等于把自己最后就放到绝境去了 是不是 你等到最高处 你就等着摔嘛 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发达社会都是这个状况 发达社会的竞争 反而没有我们现在跟那么激烈 就是他激烈过程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是 尤其像我们像 咱们不说欧欧美吧 就是亚洲 亚洲你看看像日本这种社会 那每个人就是打一份工 挣一份工资 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 心态可以放平 对 心态一定得放平 心态放不平 是一切事都做不好 您说为什么 就现在就是 我感觉到有些年轻人的父母 他对孩子的那个期许 是那么强烈 中国人文化呀 文化呀 就是强烈到了 的确就是您说的 是不是你甚至有点怀疑 是不是超越了爱的这个 超越了 这个限度 超越了限度 他是当然都希望他早结婚 早生孩子 或者说是希望能够考 能够考上个什么好学校 找一好工作 甚至能够成为出名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的时候 简直就到了这种 断绝关系 你再也不怎么着 我就断绝关系 对 这个人生的这种过程 丝毫不理解 就觉得这个考高分 就可以改变自己的 不是那么回事 还真是 这人呢 我觉得还真是有一个健全的身心 对 就咱们说的这个情商智商 而这个需要在一个健康平衡的环境里 平衡 他能培养出来 他不是一个单项考试多少分 对 就能应付未来的生存的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你的终极目标 你教育的终极目标 是走向社会 在社会上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 那我们的社会责任中呢 我们都会认为 都认为我这份工作 体面 挣钱多 但是他未必是获得幸福感 如果社会画这个层次 给把这个人定成三六九等的时候 确实是压力就变得很大 就觉得我这工作就不如你 哪有工作不如的 这个呢 就是反过来说 也正因为社会的变化很大 有些对于一些人来说 他也觉得看到了改变的可能 所以他要积极争取 就比如说 我去过有一个就是在云南 就是山区的这种这个中学 他就是那个一块屏幕 那个改变命运那种 他就是什么呢 他我以前觉得 哎呀你们这个访人家 那个就是那个中学刷题 那些孩子都太苦了 就是每天上好多好长时间的课 中间课间休息没有 课间休息都是你跟他说话 他都得拿着一个就是那个卷子 他手里没这个 他都哆嗦 他不知道干嘛 就成天刷 可是我跟他们老师一聊 他说那就是这样 我自己就是只有通过考高分 这条路我才能改变命运 没有别的路 那些孩子就真的能考上 有个别号 没有午休 没有周末 但是他说 哎我们出了北大清华的 就有人从这里跳出去 他就改变命运了 就他们 那当然他改变命运之后呢 他到了那些北大清华以后 可能放眼一看 他会发现自己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缺失了很多 就像您说的心灵上的 精神上的很多东西 但对他们来说 就是改变这件事 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可能 他就觉得 为什么不 我就得这么做 出人投地啊 是一个 这个动力 多么强烈的愿望啊 我们的文化 不 当然可以理解啊 谁不希望出人投地呢 有些孩子自己也觉得 有挫折感 就是孩子们之间啊 年轻人之间 他也有比啊 对 您比如说 您教的年轻人 那一个火了 其他还默默无闻呢 那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心理的 难道说能够想得开吗 能够平衡吗 我说这有什么不能平衡 就是 什么平衡呢 就各有各的难处 大有大的难处 这不是王熙凤说的吗 对不对 你你社会高有高的难处 你你你过去 你不是雍正皇帝 一国之君 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 叫为君难 你不知道我有多难 你到皇上了 你不是还这事吗 一样 就出人投地 棒子成龙 恨铁不成钢 这全是问题 我是保守 保守主义的人 对 您您比如说啊 您是不是一个 小的时候 自我评价偏低 偏低 所以说呢 举轻弱重 容易把一个演出 或者一个什么 看得特别的重 对 生怕自己不行 对 您也有这个心态 有 怎么能没有呢 那这不成为 生活的一种痛苦吗 会啊 工作的痛苦都会 对 但是好在就是 他给自己有压力了 因为我别的压力没有 我就来自自己的压力 我这点好 所以说啊 压力可以是自家压力 对 我不能别人给我压力 别人给我压力 我就这事我就不干了 而且您是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是吧 我可以不做这事 对 压力大了 我就不做了 我刚刚看您孩子 就看了一小会儿 是不是大鱼就是 他的精神上 就更松弛一些 他比我松弛多了 是这一代年轻人 将来他们这一代人 才是出大作品的时候 怎么说 没压力 我觉得有压力 才是出作品吧 不对 没压力才是出作品 有压力往往出的是 偏执的东西 真的是这样 然后再修正这些偏执 又得花同样的力气 马爷不都是说 痛苦出诗人吗 诗人 诗人的东西不管用 诗人不能够制造市场 只是一个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已 对 我们现在要说到 今天的社会评判中 是拿市场价值评判的 你有的价值 你所谓流量就是换钱嘛 确实把这个钱都搁在前面 不停地拿钱来衡量 所有的成功者 这肯定是不对的 对 因为成功有各种标志 你比如说 我刚才在说的时候 我就想 那时候我记得 我那个儿子跟我说 说上中学嘛 在英国嘛 上中学 说我那数学老师 是这个牛津毕业的 数学系 是吧 牛津毕业的 就中学老师 教了一辈子 最后一堂课是给我们上了 说我大学毕业以后 就在这个学校里 当这个数学老师 说那老师 所有的公式 随手在写黑板上 他全部在脑子里 我们认为 如果跑这儿来 这种学科出来的人 我不可能 到中学当一个老师 那感觉就是落魄了 是吧 过去北京行话 就唠了牌了 才去那地儿呢 那人家不是这么认为 人家认为 我就是热爱这个事 我一辈子就在一个学校里 交到最后一堂课 那所有的学生 都特别受感动 记住老师的最后这一堂课 人家这一辈子是成功的 没有什么不成功啊 而且是相当的成功啊 人家说一个社会的成功 不是精英的成功 是普通人的成功 对 这话就深刻多了 深刻深刻 对吧 你说你看那精英 精英才多少 那这社会 什么事情都是金字塔 你天天拿金字塔尖 那点人跟我们说事 那这个社会怎么去办呢 老去要争当这个金字塔尖 这社会就不稳定了 哎 这个话也深刻 真的 但是人家可能有人说了 您可是在尖上的人 才说这话 才不当那尖呢 您算是一坛上的一个尖了 一坛上我也不是尖 还有比您这喜剧方面 那喜剧归喜剧 对 挣钱我不是 那今天的标准我不是 他是有机会挣钱的时候 不愿意妥协 对 你知道妥协 这个你妥协钱就来了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不妥协嘛 人对艺术纯粹有追求的人 都不愿意妥协 人生总要是就是在多个选择中 都在选择 您这个现在还是靠票房养掉活口吗 票房 我们没有金主 也可以赞助啊 金主 不不不 我们的金主就是那个票房 就是观众 一个一个观众 那我上次的朋友都买他这个黄牛票 都买到一千八两千座位好的 那您发了没有 那不是我发 那是那个黄牛发呀 他们的票都是物价局核定的 不是他自个儿都核定的 不能说你想多高就多高 那不行 那怎么歌星演唱会能那个几千上班 那也经过同意的 那有人同意的 那为什么他们就比你贵呢 因为他们比我贵 所以对 他们价码都比我贵 所以呢 我的个人 我的人的成本低 所以我的这个 这个票价也就低 哎 马爷您说这价格学 从哪论呢 这是 如果是从从观众论 论 还是从背后 这个这个功夫 付出论 没有一个戏是从功夫和付出来论的 没法这么论 对 市场就是市场 这是其一 其二一个 话剧本来就是一个很落伍的戏剧形式 你在给自己定那么高的价位 你把观众拒绝的太多了 在门外 因此呢 我没资格去跟观众定的很高的价位 但是看话剧已经是很小资 因为看这个话剧的成本比看电影贵多了 票肯定比电影票贵 而且追求看话剧的是城市中的一批人 每个城市都有 我们其实特别缺这种剧场 很多人愿意看戏 我去看戏很多时候都买不着 手也没用 我跟他说吧 我去找他 他买不着票 他买不了票 他在经过那个卖票系统 他单独卖票 人家屋在桌上去找你麻烦 那怎么今天感觉相声很有票房 当然这个郭德纲贡献很大 对啊 你就相声感觉还比这个话剧的观众还要火吧 那当然 那都是逗乐的 对 都是剧场 对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他们的更接近大众 受大众欢迎 这很简单的事 它就符合市场规律 您的戏也很接地气 但是我在戏剧里头是个别现象啊 我不是普遍的现象 不是所有的戏都能卖得出票 大部分的戏剧是不卖票的 或者是象征性的卖票 大部分要靠赠 要去送 你能送出去就很有面了 是不是这么惨的 不是 就是你送出去 人家得来 得来 就是你能把剧场做满 那就很不容易 对 不容易 市面上有一个门槛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去看相声 你就预期我这个晚上过去 就是从头笑到底 对 没什么门槛 没有压力 他们就当做一个事 比如说我们约见面 说咱们吃个饭 然后去看一个娱乐 对 你这个事吧 在电影里头最早是那个斯皮尔伯格 说他把电影变成了一个事件 就是说我们看他的电影 不是大家光看电影 是约好了咱们一个事 一种生活 一种生活方式 他一个事去做 那么他一定要找一个 就比较轻松 大家可预期 我就是来笑的 没有别的 但你看戏剧表演 可能还是比较烧脑 就是说 对 而且现在更多的是 老百姓可能他不是特别受欢迎的东西 更多的人做戏剧 不是为了观众 他是 追求自己的艺术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他更 他是做的不是为市场做的戏 所以我记得您好像是在 在几年前的一个采访里还说呢 要不是他这个喜剧院叫大盗嘛 大盗其实很荒芜 就是说您当时就感觉就是说 好像还是说什么有点寂寞 就感觉好像是没有对手 那不是说市场 那是说的是我在业务上 没有可切磋的人 那您比如说现在靠演这个喜剧性的话剧 不是还有什么麻花 他那个跟您是对手吗 在市场上是竞争的对手 但是行不成对手 为什么呢 这市场太大了 就这我们两家简直是可以微不足道 忽略不计 你要到政府那工商部门 这都可以忽略不计 就撒瓜俩枣的算他干什么 您知道这佩斯老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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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 不是不是人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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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吧 对吧 这个他做了一个在我看来就是 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选择 就是在曾几何时 他一个人出去走学 赚的钱 比他这一个话剧班子 班子出去挣的钱 多得多 对 这是为什么呢 那个没挑战了 一个作品完了以后 大家受欢迎挣了钱了 OK了 就工程了 对 你还能怎么着 然后就不断的重复重复 就成印钞机了 有什么意思 你不爱钱呢 爱呀 不是听那个老孟就说您特抠吗 所以 老拿我开斗 老拿我开斗 最主要是什么 那个没有又没有花钱的习惯 另外一个最主要是 我喜欢做这个 我喜欢我现在手头做这些事 喜欢很重要 喜欢特别重要 所以钱不钱的我不谈 说实在第二位 第二位 所以最后选择的还是这种 哪怕做这个话剧 当他跟这些年轻人说 你们靠我交给你们这玩意儿 就等于能靠票房养活自己了 养活自己 你当然可能不能跟那些流行 打明星们 偶像们 正一亿啊 什么的比 但是这个自食其力了 而且靠着这套玩意儿 对 这个东西好像这个满足和满足之间 有点不太一样 有尊严 甚至比我自己成功 我还觉得有这个成就感 对 我们那个前不久有两个学生就在上海 到一个结构喜剧 英国的结构喜剧 对 就是你到结构喜剧 你就得从我这门里出去 别无 别无他所 这个结构喜剧就这一家 这个身有绝技的人 是人类的一个重要财富 对 当年两国之间打仗 掠走的 就这些工匠 都是这些 这是文明的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成果 你比如说 要是当年的这个百业百工 他哪怕是个搞竹客的 哪怕是个做茶壶的 他没有想着打发打利 他就是一辈一辈 父亲对你的期待 把这个做到这么好 一样好 传下去 靠着这个你就饿不死 你就能够一直 你儿子 你孙子 那就一直传到今天了 但是后来为什么有的断了呢 他就不传了 但是遗憾的是 有的时候不是那个个人传不传 明朝这种对戏剧的这种打压和禁毁 他叫禁毁 毁 毁灭 他这种都是非常残暴的 所以他为什么传不到今天 很多人东西传不到今天 文化 这个真是 对 咱们这个讲这个父子 我最后就挥过头来就想 您当年说的 就是 的确有一个阶段 父子之间是矛盾 特别大 特别厉害 可是呢 我不知道就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将来到了我这个岁数 我不知道想法会不会有改变 就是当年 我想想 三四十岁的时候 跟父亲那也是闹得不行了 那气得我妈心脏都防颤呢 在旁边 但是现在啊 你一看啊 八十多 这老父亲呢 我真是看见他 我就想起 风烛残年啊 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觉得 他没有缺点 而且你知道老人呢 大脑也在萎缩 他到北京待了两个星期 是吧 他已经忘了 他在这个老家 在石家庄啊 他忘了他住的房子 是什么样子了 老人有的时候 还有一种老人的自尊心 对啊 这个 你知道我有一个导演叫许安华 拍了一个电影叫陶姐 我就问他 因为他也是跟他的母亲 一直生活在一起 我说你对老人有什么想说的啊 他说人老了 要接受年轻人的帮助 就是说人老了 别要强 我当时挺不理解这句话的 我说怎么老人就 接受年轻人的帮助呢 现在我跟我照顾我父亲 我能理解了 你他都那样了 但是他有他的自尊心 他不想 这本心呢 如果不是就开始失去能力 他可是怎么打死 他都不愿意 花孩子一分钱 麻烦孩子 一点 所以你现在真的得劝他 你不行了 你就得接受 有一个细节 我前几天想起来 我就觉得特别心酸 就是我说这个衣服 我说我 我说你为什么老是自己洗你的衣服 我以为他是抠吗 我怕费电 我说我每天扔洗衣机里一锅 你就跟我一起洗啊 你为什么不一起洗啊 我说这个 他都是费电嘛 都是费电 一样的费水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洗啊 我这么说了他两天 最后他说出来一个 他说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 嫌老人脏 嫌老人身上有味 就不愿意衣服跟老人混一块 哎呦 我听到就特别觉得 哎呀 这个老人他也有他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就叫自尊心 自尊心啊 就是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不管年轻的时候 发生多少这个矛盾 等你看到真是父母亲 风诸残年那一天呢 我真不知道 就是说你还能不能还恨得起来 玩我是绝对就没有了 亲情中的这种矛盾的是 就是这种教育矛盾啊 我们先说的教育这个矛盾 限定这个前提是很容易解开的 因为我好多年前在央视 做过一个教育节目 那当时呢特别逗 这边这个方台上全是孩子 这方台上全是家长 然后我在那个嘉宾席上 看着他们很清楚 整个孩子那帮那个台子上 大概有个百八十个孩子吧 全是这么做的 养人 特别 家长那边呢全是这么做的 所有的家长全千青 整个一百多个家长是成前青状 那一百多个孩子成后养状 你在这儿看得很清楚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谁是弱势 就看得很清楚 家长全是弱势 那孩子一说话气儿一大了 你家长就不敢出声 你知道吧 没有办法 就是家长跟孩子 那真是叛递期的孩子 没法沟通 然后我当时做这么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觉得特别 就有画面感 就特别清晰的反映社会的一个整体矛盾 您呢 随着时代 随着那个人的变化 年龄变化 生理的变化都会改变 不断的在改变相互的关系 我就感觉到您跟那个陈强老先生 这个最后您这个跟他在一起 那可真是无为不至 但是有的时候也得 也得就是不能按照他的意愿去做 一定要要有些事情 一定要坚持的 对 对 他再有自尊 你也得坚持 怎么对他好 就感觉他变小孩了 对对对 对吧 你就变成真的是 人呢就是 父子这是一个圈 一个圈 是吧 对 小小孩老小孩 尤其是 就是第一次他那个得大病的时候 这个大脑栓塞了一下 然后他大病的时候 那个当时的第一个感觉 突然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块 我到那时候他躺在那的时候 我真的自己觉得 这个就是所有的担子都得自己扛了 就是连老人我都得 都得所有的一切 我都他的主 我也得替他去做了 就过去就轮不着我 他身体特别好 我父母都是身体特别好的人 就是一辈子也不得病 哎呀 就老爷又轮不着我 照顾他们什么 这绝对不可能的 特别逗 然后突然有这么一天 倒到那了 突然觉得自己又长大了 就这种感觉 您会指望您儿子将来 再把这个担子挑上 好像现在的这个岁数的父母 都说的都是 我绝不指望我儿子将来给我养老了 那可不 因为就一个孩子 他不像我们 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仨 这个照顾老人 他还能轮着 就一个人你怎么照顾 对吧 一对一根本照顾不了 那大于他有传承您的教育观吗 对他的下一代 我觉得还凑合吧 还行 我们那个孙伯都很快乐 心目都很快乐 这个小脾气都有 这就挺好 这就很好 你看看 都有自己脾气 非常好 所以过去以为 他们代代相传很严厉 我不知道哪来的印象 现在看来不是 实际是有智慧 对 实际是有智慧的 对 这是一种智慧 这我相信 对 那个另外一个 其实你看我父亲 这辈他给我的 那个更多的教育 我对他 他对我影响最多的是什么 工作方法 他不是说表演的方法 而是工作的方法 表演的方法 他对我讲 你可以从这个人学这儿 那个人学那个 他是千变万化的 他说这个工作的方法 他说是更重要 就是一个剧本 怎么能成 怎么一个人 你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挑 挑量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得担当 你就得有很多担当 别人不做的事 你都得能做 另外一个就是民主 您父亲 民主 叫那个创作空气要自由 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 他说我们八路军 就有这个 这点优秀的传统 他说一个炮楼要攻不下来 他说大家坐一起商量 里头也有您父亲 没拙了 没拙了 对不对 一块商量怎么拿下 最后总能把它给拿下来 怪不得战斗力强 就是民主 他说这个一个人 靠一个人的力量 绝对完不成大事的 然后就是 那个 所以我在 我向他学的东西 就是他在他的那个 就是做 那时候还负责点领导呢 然后他还放下身段 去把导演啊 什么那个 那编剧啊 什么演员都弄得一块 大家一起商量这事 该怎么弄 就这种工作的这种方法 给我影响特别深 然后经常呢 带着编剧一起谈剧本 怎么谈什么呢 我也在慢慢从这里头 学习了好多东西 然后一直到最后 工作状态是个什么样 然后慢慢到自己调大梁 就完全按照他的那个 工作思路去走 这真是自称赋业了 对 所以您看啊 这个父子之间这个矛盾 假如就是炮楼的话 也得靠民主 民主咱们把这个给隔阂 公图给他解决了 所以您看跟这两位爷在一起 长智慧 又学到了做父亲的智慧 又能学到做儿子的智慧 是吧 还有这个母亲在旁边看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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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 很多艺术院校在长时间里头 没有喜剧这个科目 对吧 没有喜剧这个课程 没有喜剧的教材 他们对戏剧的 这个起始 这个起始戏剧是怎么来的 他无知 他对历史无知 他对我们老百姓的需求 人类的普通的需求 普遍需求 无知 他对我们整个戏剧的本体 无知 那么我们想要做这行 我们从一开始就得有一个很强大的心 因为你要面对的不光是作品 所以需要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心去支撑它 否则你走不远 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向观众去求 向自己的作品去求 这两者最容易结合 结合好了是最强大的 谁也推不倒你 电影里头最早是斯皮尔伯格 我读张歇状元之后 哎呀我惊叹 这是一个喜剧啊 比如说圆明杂具 它就是一块屏幕改变命运那种 美味品质 生活 海天365高鲜酱油 本节目由随心而变的创为15台OLED变形电视65W82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